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坦白讲我自己还是在摸索跟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必须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以一个自己在企业经营的经验 的确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记得我早期在40年前 当我加入到American Express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被受的一个训练 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必须要用一个更高的眼光 去看世界的趋势 也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世界往哪一个方向走 那么你才可能产生下面要怎么样 做的一些动作来配合它 因为要保持竞争力 要保持继续的能够有生存的能力的话 你就必须用这种态度 那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到前面的远方 其实教育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我觉得教育就像是一条龙的龙头 那么教育的政策的主导者 你的头往哪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它后面的尾巴 不管是偏向教育或者任何一个过程 是跟着这个在摆动的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 如果从这个程序我来看的话 它第一个必须的当然就是说 从一个最高的制高点看 说是世界往哪一个方向走 然后下面要做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评估自己的优势 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中 找到自己的优点 然后从这个优点中间 我们开始研究出政策出来 那么当有了政策以后 还必须要有达到共识 等到有了共识以后 才谈到教材 才谈到老师的培训 才谈到了最后的执行 那么当这个教育的过程 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么样的敏锐的 在最第一线的探索的时候 我必须坦白想 这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全世界 大概教育界都很少做这件事情 全世界在过去这一两百年来 大概还是照着过去的模式 也就是当你一旦失赔出来了以后 可能你一辈子就用同样的一套东西 就可以走天下 但是时代变了 尤其在这几年 大家都听到的是 教育革命的时代的来临 也就是像工业革命一样的 当教育已经变成被科技 能够无远佛籍的学习 已经没有所谓的障碍的时候 也就是你可以很快速地得到 各种世界的资讯的时候 你老师的角色 教育部扮演的角色 甚至于整个的系统的重新检讨 只有用最快的速度 去反映这个市场的大的趋势 所以今天我先 虽然我讲的是偏向 但是我先把这个第一个题目 我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先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么从整个的趋势里面 我还要很快地讲一点 就是大的趋势里面 其实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科技可以解决的事情 譬如说现在讲到的 这个教育的资讯的 这个透明化 活化 而且随时新的知识 其实随时在进来 所以当老师可以扮演一个 半户学生一起去探索 这个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他不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 他同时也是带着学生 甚至于走向更前方的一个力量 可是在这个同时 有变的地方 有不变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的现象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并没有做到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用知识 囊括了教育的最重要的主流 我们却忽略掉了 不管今天作为12年国教的基础 昨天报纸想到了 说是德国只有26%的学生 是真正的读大学的 也就是保持70%的学生 是走向技职教育 那么既然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学做人 一个叫学做事 那么我们12年国教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 也就是做人是无法取代的 没有办法靠科技取代的 那么也就是你必须如何跟人沟通 你如何的学习在做 在现在这个社会 能够自我约束自己的那个品格 当那个网络世界 是那么样开放的时候 他一方面看起来是一个天使 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恶魔 因为那个世界里面 有各种所有的资讯 好的坏的扭曲的 全部在上面 开放在前面 所以如果年轻人 如果现代的教学 不重视学生 能够自我约束自己的那个能力 他可以一个晚上不睡觉 就盯着这个网络上的电子游戏 各种的色情网站 他可以完全的无法自拔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他自我的判断的能力 当你有这么广的知识的时候 里面有真的有假的 有虚的有扭曲的 有阴谋的 而这个时候 当我们年轻人 没有办法有思辨的能力的时候 没有办法有那个公正 公义的正义的力量的时候 他绝对不行 可是我们的教育内容里面 有教老师这些 我们有教孩子这些 那么有真正的 实际的 以自己作为典范 来影响你自己的学生 那么第三个 不管这个孩子将来读不读大学 他必须要有人文艺术 跟生活的素养 我讲的生活的素养 就是人文 他音乐 艺术 绘画 音乐 诗篇 或者是运动 这都是生活的工具 而他一辈子 他不一定变成是最有学问的人 但是他一辈子要懂得生活的人 而懂得生活却是我们现在的中学教育里面 我们十二年国教里面 几乎完全放弃的一个部分 可是这确实要决定一个社会这个人 他会不会满足于他的生活 他会不会自我放弃自己的 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是 从这几点里面 我想是目前我自己关心到的 一个大的教育政策的规划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蓝图跟愿景 那么回过头来 我再来谈谈所谓的偏乡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目前的偏乡问题 我们都还是停滞在补救教学 我们还在停就在科府 我们停滞在营养午餐 我们有些社会机会 跟我讨论的是营养晚餐 或者怎么样帮助 这个隔代教养的问题 各种碰到的偏乡的 学校开始说变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是 这些并没有办法翻转孩子的未来 孩子的未来 现在尤其是在偏乡的孩子 他已经没有机会翻转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教育 最近的大家看到 Ken Robinson 都在谈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草根的 必须要从下而上的改变 从下而上的改变非常重要 但是从上而下的政策 也一定的重要 当你没有办法制定出 这样的一个政策 去要求老师 训练老师 甚至于评估考核老师的时候 那么他不会产生力量跟影响 那么所以政策上 往这个龙头 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下面这个草根的力量 才会发生作用 我们最近看到了 有王振冯老师 一下动员了2000个老师 非常热血的老师 一起来呼吁 一起来共同来研究 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力量 可是真实的问题是 我每一次看得到的是 当这些老师在一起 这么样的兴奋的在一起 看到了知音一样 他回到了他的偏乡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 那个非常无奈的校长 他看到的是 没有热忱的 其他的同事的时候 那么你觉得他会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很清楚地了解说 用一套的教育方法 来去作为 整个台湾的教育政策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用考大学 培养精英的方法 来期待所有的其他学生 如果照德国的数字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让 百分之七十几的学生 来陪着 那个百分之二十几的学生 来陪读 我们来陪他 根本不法知道 或不需要知道的知识 或者他没有能力达到知识 但是反过来却忽略掉了 他其他可以被发挥的天赋 其他可以发挥的天长 这个优势 我自己在偏乡的时候 我很明确地看得到 在花东这个地方 我看到的台东跟人家不一样 我看到的它是台湾最后一块净土 我看到它是人类未来 追求的一个新的生活的 一个梦想的地方 我看得到的是一个 最丰富的原住民文化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偏乡 我们的教育的方法是用偏乡的方法 去对待他们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骄傲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的优点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认为 我应该在我这个地方 我自己很骄傲地来经营 我自己这一块土地 大家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台东花莲两所大学 每一所大学请你去查一下 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 全部来自于西部 我不懂为什么 当有这么这样的国家栽培的学校 结果两个这么样重要的大学 竟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 是西部过来的 就是为了国立这两个字 而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规定说 我要求你的内容 必须最少百分之三十 是跟地方有关系的 跟环保跟未来 跟自然跟生态 跟原住民文化有关的时候 如果我强迫说 你今天既然在这边设一个大学 我要求你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要让在地的学生可以进来 这就是一个政策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做的时候 孩子当然会留得下来 但是你给他的内容 是跟西部一样的 他凭什么要留在这边 那么或者是 当你是用一个国立的名义的时候 你只是用那个国立的名称 吸引了这些西部的学生 无奈地到东部去读书 他不是为了追求说 我想要更了解自然生态 原住民的文化 或者是艺术 我走到偏向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重新的 必须要重新反思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待这些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 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特别强调说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经过Duke University 跟那个UPEN 一起做了一个study 经过大概 他从好像1985年开始做的 一直到现在 他们发觉说 在开始在幼儿时代的孩子 当他有沟通能力的时候 他本身有那个社交能力 社会能力的时候 就是communication scale的时候 这个孩子到最后的成功率 回过头来再来调查的时候 是适配于原来评分差的学生 也就是那个孩子 如果你关着 让他没有机会去跟人家沟通 如果他在一个很小的学校 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沟通 如果你是在家自学 他没有机会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你只解决了他会考试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他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再思考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我个人在做了几个探索 我只能用这个来救教育各位 我第一个我看到到的是 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认真的学习 在大概三四年前 我就发掘了华德夫教育 那么我发掘了华德夫教育以后 我发现这一类型的教育 那个根本没有课本的教育 让孩子不去碰电动玩具 反而是让孩子是 早上学习的时候 是从一个成圈开始 中间的过程是老师讲故事 然后完了以后 用那个故事变成演戏 他们把桌子椅子搬来搬去 今天变城墙 明天变火车 后天变山脉 这是多么重要的 不让孩子扼杀他天赋的方法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他要家长或者是阿嬷 你回去以后 要听你的孙子讲故事给你听 其实这个无意间的 你知道让孩子已经复习了三遍 老师讲了一遍 他们做了一遍 然后第三个他重复了一遍 所以这个时候 当学生孩子 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 是抱着非常高兴的心情 在学习他最开始的 对知识的探索的好奇 而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不就是也不要让孩子 失去了探索的那种 那种兴趣 如果我们开始就把他的读书 变成是那么样的枯燥的时候 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去做功课 但是反过来 当孩子回去的时候 第一个是讲故事给妈妈听的时候 亲子的关系都不一样了 因为母亲会赞叹孩子的表现 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整个的这种教育过程 我发现非常的精彩 那么当然我今天不是来推广 华德福教育的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发现了类似这个时候 我知道说他经过了二十年 我没有能力去做另外二十年 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 于是我就当了他们的董事长 我就开始把他们引进到台东去 因为我知道说 宜兰的学校 是一大堆的不满于主流社会教育的家长 搬到宜兰去 然后去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梦想 而我的更明显的阴谋是 我觉得偏乡更需要这一类型的学校 那个原住民 你看到他在大山大海中间生活的时候 你每天把他关在教育室里面七个小时 完了以后再给他补救教学 你说这对不对 你说这行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让孩子 他就是跟自然接触的 他就是跟自然学习的 那这个时候这孩子是多么快乐的 所以我突然发觉说 华德福的教育让我看得到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告诉 我们将来的教育是 教育部培养一群资源的人 我进到华德福的体系里面去了解 研究他的优点更缺点 然后做出一套我们类华德福的这种 比较让孩子更快乐学习的方法 然后把它散播到其他的地方 你无法期待一个现成的华德福 他自己在培养更多 为台湾培养更多的师资 但是政府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但是当这个资源开始可以散播的时候 作为种子老师的时候 它就可以产生影响 同样的情形 我说像我们现在开始 我在军医在做了几件事情 我第一个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针对我看得到的 所有的技职学校的摧毁 在十几年前 我就在跟政府大声疾呼 大量地把大学一直提示的时候 将会摧毁台湾的这个技职教育 但是事实上现在是 技职教育被摧毁了 精英教育也被摧毁了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 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但已经产生了这么多的大学的时候 我们现在必须要找的是 怎么样让那个没有钱的孩子 没有能力的孩子 为他另辟捷径 也就是让他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最有效的这个机会 能够让他往上前进 我们看到兰语 我看到他的孩子是 当他读到九年 政府说要十二年国教的时候 你知道他家长怎么讲 那个阿公怎么说 我们已经为你政府 读了九年书了 你还要我啊 这是多出三年 不难得也才出来做的事情 可以帮家里面工作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 十二年国教都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能够让年轻人都已经具备了他就业的能力 然后具备了他作为人的一种纪律的能力 作为做思辨的能力 作为他生活人文的能力的时候 其实这才是我自己看得到的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我只能很快速地提一下 我们帮助了几个技职学校 针对他们的 现在我发现大量的人开始走进技职学校 宫东高宫 以前最低时候学生降到只剩下六百个人 现在回到了一千五百多个学生 去年比去年还要提升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原来的技职 已经不足以承载现在新的学生对他的期待 因为为什么 老师已经老了 老师的技术并没有改变 这个时候产业界 这个时候政府是有义务要开始帮他 寻觅到最有能力 看到到的那个龙头 看得到未来的趋势 或者是台湾的未来 然后让他帮助他走最后一滴的路 我们小小的基金会只能够做一些示范 我们帮他做机械加工科 不再是考试的三个基本的 做车床前床的模具来考证照 而是我们叫他五轴加工 我们叫他用ProE的软体 现在连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的内容 但是却是生存的重要的能力 我们请最棒的徐伟斌老师去教他们木匠 结果木工科已经十几年断掉了 最后的是四个学生毕业的 现在十几年以后重新恢复了 那么他要讲的是 当这些人恢复了以后 你不给他机会的时候 最后他又会消沉下去 因为没有新的工作机会的话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即使在偏乡我都发现的时候 现在要找一个水电工人都非常困难 现在不知道各位的感觉如何 现在表示说技职科系 已经最基本生活的工作机会 遍地都是 只是我们的学生不愿意做这些工作了 我们没有再培养他们这样的能力了 这是我自己看得到最大的问题 那么在 除了这个我刚刚讲的是 陪伴孩子的最后一底度以外 另外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从军医的中学开始住宿 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都是来自于偏乡海边 完全没有能力的 我们要申请奖学金 然后让他们进来到我们学校 我们当然都是募款 但是这些孩子们 我觉得我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这作为一见试验 如果说他们坐在一个群体的时候 他的沟通能力会加强 他的社交能力会加强 他的生活态度跟自我纪律的能力会加强 因为我们进到学校 都全部没收所有的手机 然后让他们就是说 可以专注学习 而且快乐地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 某种情况下 让这个孩子有更独立的能力 那么高中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年现在开始了 我觉得我要让他做得到的是 我们单单的 我现在第一个高中 我只有十六个学生 我有两个老师 第一个是我现在一个 英文的副校长 外国人 另外一个是英语老师 两个英文老师来教这个 做他们的导师 因为我不管怎么样 我要让他们做第一批的领头羊 我要让他们能够往前面 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自信跟未来 那么必要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高中毕业就能够到国外去 读两年的专科学校也可以 不管是学技术 学艺术 学学术 他都有能力可以给自己开创更快的一个未来 最后我想要讲的是 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借力实力 把这个原来已经成功的 譬如内华德福的模式 譬如说是军医教育平台 譬如说翻转教室的这个学师达 这共学群这些方式 都必须变成是未来的教学研究的 或者是失陪的一些内容 那么不一定要 我们因为西方常常说 We do not need to reinvent the wheel 已经有轮子了 我们不要再设计那个轮子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 原来已经做好的 既然军医教育平台 已经现有将近20万人 在开始在越南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的力量 翻转变成是一个真正的 更好的工具 但是这个中间当然还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际化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英文的考试 全部是在技术性的考试 我们英文的考试 将来一定要走上应用的这个方向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将来是要靠英文 英语变成是它未来文学的 一个重要的创作者 但是作为一个 能够作为一个英语的应用者 却是即使在偏向做个导游 在偏向做个艺术家 都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只有我们开始能够 运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相信才会为台湾未来的教育 带来一个新的希望 谢谢各位的聆听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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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